嗨,大家好,我是蹦妈 今天是周六,还有四个孩子吃饭 人少,咱饭也不凑合 给孩子们做他们爱吃的鸡肉酥饼 上次做过呢,就有粉丝留言觉得包酥的手法有点麻烦 蹦妈就改良了一下做法 教你一个简单的做法 酥皮,多层,还酥脆 做鸡肉酥饼,最好选用鸡腿肉 吃着更有嚼劲 鸡腿肉和鸡胸肉呢,是一个价格 12块钱一斤 那我觉得还是吃鸡腿肉更划算 先把鸡腿肉剔骨 剔下来的骨头也不浪费 刚好熬混沌汤 把鸡肉切成小丁 调味儿,加上料酒 生抽,蚝油,胡椒粉和盐 孩子们都喜欢麦多馅饼的照烧味儿 所以我还加了一点的照烧汁 味道和他们卖的那个,基本上差不多 油热,把鸡块下锅炒一下 下锅炒呢,一个是鸡肉容易出水 直接包呢,烤出来的汤汁就全漏了 二一个呢,是经过炒制的鸡肉 味道更香 鸡肉炒至水分收干 再倒入洋葱丁 如果您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淡的话 可以再来上一点点的老抽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馅料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和一下面 面粉600克 温水360毫升 油2毫升 鸡肉酥饼不是发面的 做的是死面的 所以这个面团呢,要和的稍微软一点 做酥饼少不了的油酥面 350克的面粉加150毫升的油 搅拌均匀 油酥面拆成团,备用 这个面团是不用醒的 直接揉面,搓长,分割面剂 分割了18个面剂 这个大小呢,包出来的馅饼呢 大小厚度也刚好 把面团滚圆后 刷上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 醒面10分钟 醒面时间到 您看醒好的面呢 它的延展性很好 不用擀面杖 用手轻轻的推开 再包上油酥 包油酥的过程呢 您需要注意一下 要包的严实一点 以免露酥 起层效果就不好 今天的这个起酥的手法呢 应该是最简单的 从中间呢 向两边擀开 然后经过两次折叠 这个需要注意呢 就是边缘不要擀到底 油酥也容易露出来 擀面团呢 稍微给它松弛一会儿 差不多5分钟 不用擀面杖 用手轻轻的推开 因为酥皮层很薄的 用擀面杖的容易擀破皮 鸡肉酥饼呢 我把需要注意的呢 也都给大家讲到了 不知道你们学会了吗 学会的举个手 没有学会也没关系 可以私信我 帮妈一对一的教学 刷上蛋液 撒上芝麻 185度 35分钟 当然这个时间呢 也是参考的 根据您自家烤箱的这个脾气 来调整上下温度和时间 本来今天的主食是土豆鱼 我提前做了一下 不知道是淀粉和面粉 加的太少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还吃着年年的 一点都不尽等 所以我临时改做千里香馄饨 千里香馄饨的好吃呢 一个是调馅 再一个就是黑葱油 先来调馅 加上盐 胡椒粉 生抽和白糖 搅拌均匀 碗里倒上温水 把葱姜丝放进去 抓捏出汁水 用葱姜汁呢 调肉馅呢 更能融入到肉里面 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 一斤肉差不多 多半碗的葱姜汁水就够了 分次少量的 把葱姜水呢 倒进肉馅里 馅儿要吃着油润 更香 还得需要来点香料油 小茴姜一把 花椒一把 八角两颗 桂皮一小段 香叶一小把 槽裹两个拍破 涨过凉油 把香料放下去 开小火 慢炸 炸出香料的 这个变黄呢 已经出香味了 就可以盛出来了 根据您个人的口味 如果喜欢吃 更油润一点 可以多加一点 我就加了两勺油 搅拌均匀 香料油 你可以拌面条 吃凉菜 都可以放一点 拿上小葱花 搅拌均匀 咱们这个肉馅呢 就拌好了 拌黑葱油的配料 大蒜 洋葱头 小葱和姜片 妈 嗯 那个奶油 我爸爸外面 你洗 洗麻布 你帮谁洗了 我帮衣奶 你帮衣奶洗麻布了 你真帮呀 妈 我帮 他妈的擦啥呀 擦啥呀 那你看这个麻布有点脏 我觉得擦地吧 好不好 好 锅里倒一点油呢 把配料的倒下去翻炒 炒出香味 成这种褐色呢 就可以盛出来了 不要颜色太深 就是容易炸糊了 上次就有粉丝留言 让我就是教一下 怎么擀这个馄饨皮 实话实说哈 我擀面技术真的不怎么样 馄饨皮我还不太敢去尝试吧 因为馄饨皮的要求呢 要擀得特别薄 而且又特别劲道 加点盐和胡椒粉 虾皮和紫菜 倒上馄饨 加上黑葱油呢 提起来这个馄饨汤的鲜香味 今天有孩子看到我做的馄饨呀 说阿姨我今天能吃十碗 十碗有点夸张呀 三碗还差不多 鸡肉酥饼也烤好了 哇 闻着好香呀 金黄酥脆 掰开来的酥皮多层 只吊渣 做法也是很简单 还好吃 建议大家可以上手做一下 味道相当不错 阿姨 今天这我吃啥 小恩这是馄饨啊 嗯 呀 馄饨都不得吃个十碗 胡说你能吃十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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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有包子 这个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taste good 阿姨你这还能拿一个吗 你全一个人两个吧 嗯 你也要 你也要 很干了 你也要给我吃 嗯 嗯 啊 阿姨 还有馄饨没有 馄饨有 要再烙一点 再烙点 这边是刚烙出来的一碗 这碗 一碗烙碗 嗯 这两碗一块 这两碗一块 两碗特意吧 嗯 看吧 需要炸盐